哈喽, 大家早上午好 下午好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 强哥好主义直播秀 今天都抢过这个叫什么 猴子 猴子 猴子是否没什么人喜欢吃 今天没什么人来看的猴子 前两天一刻就不许我没说两句话 他们就在北斗城 今天我说了超次 菜不够吸引 家常菜不够吸引 每天都吸引 每天吸引怎么送饭 对对对 所以要家常菜 坦白说 家常菜在这边有的卖 也可以自己在家里做豆 都没问题的 如果你们不想在家煮的话 想要再来购卖 买的话也都没有问题 我先介绍一下今天那个猴子银豆腐 豆腐我们是板豆腐来的 板豆腐 我今天就有切粒 切粒的豆腐 有硬一点点的板豆腐 然后有猴子 这些是煎猴蛋的猴子 买回来 用那个 解冻之后 跟着用生粉 省一下它 这样就很干净了 很干净了 这个呢 你们拿来洗一下 拿那个风车粉 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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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撈一撈它 对对对 OK 这样呢 因为它这个猴煎 和蒸银豆腐 它比较淡 所以我就 加少许燒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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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红色的味噌 所以你们要记得 这个味噌 加少许燒肉 加少许燒肉 这个味噌 你们要 那天有做生粉 有剩下味噌 今天可以拿来用的 所以 冰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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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是冰冻的 冰冻的 这个是冰冻的 对 但是除了这个 有时候我们煮了 就会炆 但是它缩得很厉害 它缩得很厉害 因为它就爆 一爆了 整瓶就黑色 真的 不美观 还有食后吃不到 所以我教大家 怎样做 这个 不好美的辣 加少许燒 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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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蒜 蒜蒜 蒜蒜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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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蒜蒜蒜蒜 蒜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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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可以煎到起椒是嗎? 不用 不用 好,把薯粉浸泡去 我们放一些硬树粉 硬树粉 把喉放在硬树粉 把喉放在硬树粉 这个是硬树粉的吗 这个是水的 看看这边的水 这个是水 把硬树粉 整个喉放在水上 把水放在硬树粉 我们有讲过 为什么不要给它煮到 会很容易破 对吗 对 所以一定要这样做 这样保护它 第一个很滑 第二个它不会爆 第三 它不会收身 哦 最重要 第一它不会烂 不会容易爆 也不会收身 因为这个一煮一下 它缩得小小 缩得像鼻子那样 这个尽量不要用生粉 因为不够滑 不要用风车粉 好像用薯粉 那些东西 不要用风车粉 这个 那我们慢慢用它擦一下 那豆腐可以了 那我们抹起它 豆腐不用煎 就是说 它是黑金黄色 我们抹起它 再加少许油 再加少许油 豆腐煎好了 现在浸泡后 接着呢 我们就先放下 先放下 先放下 把蒜蓉 放下 把蒜蓉 少许豆瓣醬 豆瓣醬 豆瓣醬不需要那么多 豆瓣醬煎上来 都不会很辣的 它不会辣的少许 但是呢 还要野味 比较野味 放下半茶匙的 半茶匙的味噌 豆瓣醬 然后就炒香 把它打高 放下少许油 放下烧肉 如果是用奶肉 就用奶肉先爆炒 爆炒 先加这个酱 如果是奶肉 今天它是烧肉 我用蒜蓉 先放下酱 那么 你们没有煎 没有烧肉 就买奶肉 爆炒就对了 对了 豆腐和蚝蚝是鮮的 但它没有肉味 所以我要搭上肉 放车饭没有加 这次没有放车饭 放车饭是粥饭 好了 一样加粉水 豆腐煎好了 好 我们倒下去 慢慢搓 加一点蚝油 因为我们的蚝油 加一点蚝油会比较鲜味 大概是一茶匙左右 就是一小汤匙 那个大小汤匙 放那个蚝油味在那边 ok 加一点砂糖 三分一个茶匙 少少糖 少少黑油 黑油 老粗 少少就可以了 你喜欢白色就不需要加太高 因为本身豆瓣酱 豆瓣酱和黄沫糜 还有味道是有味道的 所以我们不需要加得很重 滑上胡椒粉 是 豆腐煎一下也不要紧 是不是 越滚越来越入味 千滚豆和慢滚鱼 所以这些是很酥味的东西 粉类都不怕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喉 很大粒 而且很透明 很透明 那我们现在拿起来 放在一起 一起炆 嗯 嗯 很漂亮 真的这个喉很漂亮 你们看到吗 它不会瘦身 它不会辣 因为刚才笑了那个样素饭 你走到这个喉口来 做喉口很漂亮 好像透明的感觉 炆了一点也不怕 因为 刚才说了 豆腐要炆得久才会入味 因为我们也不是炸的 又不是煎得好透的 嗯 所以就是 炆了一点 让它入味点 豆腐炆了一点也不怕的 它也不会烂的 因为这些是蛋豆腐来的 比较实一点 比较硬一点 所以 千滚豆腐又慢滚鱼 所以 鱼那些要炆一下 炆了一点 再入味的 豆腐也是 是 是 你管豆腐吗? 管豆腐吗? 是的 明白吗? 这送饭也很好吃哦 如果喜欢多汁一点的 那就 拿多点水 如果喜欢 收紧一点的 香口一点的 就收干一点 这些是适合煮面了 哇 说它说真的好吃 好吃 好吃 那在家里可以用沙煲也可以的 沙煲 煮口之后 烧热的沙煲 这样就容易变 更加香 如果用 如果用那个 用碟的 那就 收紧一点点 如果用沙煲 就多少汁都不怕 明白吗 你们一定要记住 我放沙煲和碰碟有分别 如果放 通常都是碟的 你们可以吗 OK 如果放碟的话 就是收少少它 收干它少少 再放蒜 那我们拿个蒜 这个是蒜 不是京葱 是蒜 来的 倒下去 由轻轻松松 煮出一道菜的了 多简单 你看我炆了这么久 它那个喉花也不会坏的 我炆了一个蚝 我炆了一个蚝 给你们看一下 好吗 好 夹一夹蚝给你们看一下 你看 那个蚝到现在都是这样 精灵剔透 就没有了 没有缩到的 你看 没有缩到的 如果缩到的 它还是很透明的 对 不会烂 不会爆章 那我们现在开始上和 现在干水了 我们不用卖芡 在家里不用打芡 不用打芡 非常简单 不是 这些是配饭的 配饭吃的 是OK的 在家里没有饭 大家都可以这样煮的 到家里都可以这样煮配饭 这个小朋友 这个真的很开胃 这个很开胃 这个是配饭的 这些 是吧 家庭生活 没有可能会每天煮一些 是很 是很特别的东西 不要来 那些 大家可以看到 那些喉 它不会爆章 也不会烂 OK 也不会烂 而且还很滑 一粒粒 那大家在家里 可以放一点葱花 也不要紧 葱花 放一点葱花 这样就轻轻松松 有一道 猴仔炆豆腐 这样我就完成了 明天我会介绍一道 就是那个 虾酱煎腩肉 虾酱煎腩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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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送酒的 可以配酒的